作词 李宗盛 北美馆1931年所收藏的这一张旅铁舟的后庭 其实就是他1931年就是入选第五回台展的姐妹作 两件是不一样的作品 而那一件已经不在 那这一件还好有留存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收藏里面 那主要这一张后庭是以鼠葵为基础 然后有红色的锦葵 另外也加了非常重要的铁树 还有棕榈树 那一只黑色的母鸡呢 就是带着五只小鸡 非常的悠游的在那里生活着 那母鸡呢 它其实仔细看 它的嘴巴有啄了一只虫子 所以可以看到 在右平的那一只黑色小鸡呢 正着它的小翅膀非常奋力的要奔过来 分死那一只昆虫 所以这么细的一个生活的画面 有女人画的感觉 那李铁舟呢 这一件作品其实就是他在日本休业 就是匆匆结束之后回到台湾 那他有一些新的体会 那当然画风就融合了那一种日本的京都 原山四条派的写生的一种风味 那另外就是有一种比较典雅的染色的风情 就是它的色彩的运用是非常的典雅 温润的 另外呢 他也加了一些 比如说台湾的南国的一些特殊的植物啊 那再来他会加一些比较生活上一些小趣味 比如说刚刚说的鸡群啊 另外呢 他会加一些蝴蝶 还有蜜蜂啊 在那些花间 飞舞着 那这样的一个作品 其实是非常悦目的 那李铁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其实也跟他之前的生活经验有关系 因为他开过绣装 所以呢 他在那个颜料的使用上 他会用一些高甜法 然后比如说那个蜀蝔的叶子 有一些凸出来的表面 那其实就跟那个 就是丝绸绣线的那一种质感 刺绣的质感相关 还有比如说 前景的那个土地上 他有一些高甜的 类似那个泥土的质感 那个整个的感觉 跟刺绣感觉是有接近的 所以李铁舟的这件作品 其实也是融合了 他整个那个时候的 艺术发展的一个品味 跟他的那个技术 是一件非常珍贵的 现在留在世上 也算是非常大的一件作品 那其实从日本回来呢 李铁舟呢 并没有忘记他之前做的 比较是传统的民俗的 那样的一个画法 比如说1932年的这一张老虎 就是比较属于传统的水墨技法 所创作的作品 那这样比较长的挂轴 其实是比较属于是 他之前如果说可以 售出作为一个职业画家 然后一般传统的台湾的民家会去收藏的画老虎的画 那他是比较不是属于写生的技法 很明显的就是比较属于传统的台湾在民间所发展的那样的一种 领铁的这样的一个画风 那如果李铁舟他开画室的话 比如说他开了那个绘画班 这样的东西都可以当成是画稿 因为是有市场的 那我们最后来讲一张就是台湾蓝雀 那这一张作品其实也是一种比较长条幅的 就是整个取景是比较单纯的 非常悦目的作品 那当然也是用胶材 就不是传统的水墨的那样的一个画法 只是说他这样的一个主题非常明显的台湾蓝雀 他其实同样的这一只鸟的主体 有一种刺绣般的一个亮感 那当然也是写生 那只是他这一幅台湾蓝雀 是他所画过的蓝雀里面 动作最为优雅的 就最安静的 因为蓝雀是猛情啊 在他很多的话里面 比较大的参加台湾展的话里面的蓝雀呢 都是动作非常的大 不是转身 或者是尾巴翘起来 就是做那个非常大的一个 就是那个姿态的转折 那这一幅呢 就是他整个是 他长长的尾巴往下坠 然后搭配的那个枝 这个树叶啊 还有那个类似花苞啊 它是往上扬 是一种上下力量 非常好的一种搭配 所以在静中有动 动中有静 而且非常的优雅 缓慢的这样一幅作品 其实在驴铁洲的作品里面 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感谢观看